找一个一是演员 第二个是最好是有双抱的 第三个你找一个 咱们不要求太高 起码有一个 这么大说是互相尊重 互相体系 互相关爱的 互相照顾 再一个你有的吧 你一是要钱 你给我多少钱 有个人爱穿 有个人爱旅游 这咱打得不起 你好爷 我这红娘小萱 小萱你好 孟丽梅69岁 离异退休金2500元 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50平米 我在这房子住的时候 不是很多 那你不在这住 你在哪住啊 我就是一个爱走的人 到处我在南方待些 比较长 在海南啊 山亚呀 山东啊 渭海呀 刘纳州 咱们东北人 老年人大多数都在海南待的 我也是其中一员 每年都是冬天去 春天回来 没啥事看看地图 然后做着攻略 背个包 了解 了解这个当地的风情 那个 人情面貌啥的 文化啥的 什么民族啥的 了解了解 大概案块 背个包就去了 你这个方式特别像年轻人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过这个生活的 退休 五十岁 五十 五十岁太小了 我去的地方太多了 国内除了西北新疆 西藏 空气 那个高反 那个没去 剩下所有的景点都去过 国外也去了 很多地方 欧美 欧美 都是发达国家 在美国待的时间长 有青数 那你会英语吗 不会啊 但是演不成的 哈喽 哈喽 那么万 中国地图是圆的 你今年从陕亚回来 你从南边揉 从那个广西 云南 四川 陕西 山西 然后河北 长治 去年从这揉 今年我就不从那揉了 然后再从广东 浙江 江苏 那个山东 从这边回来 全国就基本都走遍了 四月份就是开始走 就天哪儿 越走越往这边 就越凉会 走到长春 就六月份了 就以前就这么过 人生不是平均 按照平均的速度 随老的 是有点什么挫折的 一下子就下跌了 我就觉得 今年我 有点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这一段时间